手上有一张小嘴越来越大 男人邪魅一笑 对准旁边的女友 下一秒 他就变成一堆钱 就在刚刚 他偷了老人的救命钱 可打开钱包一看 里面只有两百块 突然红布粘到了手上 他用力一拽 顿时疼得弯下了腰 并惊一看 手上多出一道伤口 可他没当一回事 又瞄准下一个目标 跟农民工大哥撞了下 就把手机偷走了 这时手上的伤口越来越大 晚上玩王者龙药时 手机突然不见了 窝了个乖乖 伤口慢慢变大 随后从里面吐出一堆钱 他非常兴奋 在腿上搓了搓 急忙拿起另一部手机 迫不及待地放到嘴里 紧接着就多了一叠钱 光这些还不够 又把钱包手机吞了进去 从此之后 他越来越有钱 还找了个女朋友 不过他的欲望越来越强 为了钱 甚至把手伸向女友 还没等女友反应过来 他就变成白花花的钞票 男人非常得意 可笑着笑着 突然手不受控制 对准了自己 他非常害怕 只见小嘴慢慢张开 越来越大 下一秒 男人就不见了 而老人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那么问题来了 你支持老人的做法吗 男人一张嘴 竟然吐出了塑料 窝了个乖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刚刚 有人要跳楼 他却说 快跳 他这个走不及了 人们对他指指点点 他看什么看 你不都懂人看着呢 随后离开了人群 可下一秒 为了一阵翻江倒海 嘴一张 就吐出一个垃圾 可他没当一回事 刚走两步 又被足球砸中头 小朋友见状 急忙道歉 没关系 下午注意点就好 可以转身 就伸出右脚 把孩子绊倒在地 不过报应随之而来 又从嘴里吐出更大的塑料 他也非常纳闷 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走着走着 突然二哈叫了两声 把他吓了一跳 于是拿了个有毒的包子 扔了过去 他正得意时 突然觉得非常难受 这次竟然吐出个一拉罐 这也太邪门了 吓得他赶紧跑回家 当外卖小哥说 二十分钟才到 他顿时破口大骂 让小哥马上送来 要不就投诉人家 没过几秒 外卖还真送来了 可从猫眼里一看 小哥正站在身后 第二天保家姨来收拾房间 可刚打开门 里面的垃圾就涌了出来 你说他到底做了多少缺德事 男孩不想写作业 突然无数菜刀飞了过来 吓了他一跳 急忙把游戏机 放到包里 随后拿起圆珠笔 聚精灰神地写了起来 他这精神跟咱们的头悬梁 追刺鼓有一拼 可刚写了两分钟 他就开始犯困 不停地打着瞌睡 突然一低头 差点撞到尖刀上 把他吓了个半死 顿时来了精神 没过多久 就写完了作业 随后跟同学玩起了扑克 可他输不起 眼看要抽走老K 小帅按下了遥控器 瞬间冒出一杆长枪 吓了对方一跳 他趁机收回了长枪 可当对方在抽牌时 又按下按钮 桌面钻出个切割机 还在疯狂地旋转 一点点向前移动 男人没有办法 只好松开了手 切割机就收了回去 当第三次抽牌时 小帅又按了一个键 从桌下冒出一挺机关枪 正好对准两人 喷出火焰 烫得男人缩回了手 机关枪就收了起来 他不停地甩着手 就算这样还不死心 又继续抽牌 小帅放出了大招 窗帘拉开 蒙面人看了下手机 拿起旁边的狙击枪 放到肩膀上 向屋里看去 怎么瞄准了小帅 他摇了摇头 把准心定到中间 男人伸出手来 扣动扳机 哭吃就是一枪 门都干了个窟窿 刚化玻璃也碎了 男人趁小帅不注意 抽走了老K 他非常兴奋 终于赢了 小帅掏出一把玩具枪 可男人根本不害怕 还把头凑了过来 下一秒 扣动扳机 男人就死悄悄了 为了赢得比赛 男人几次处于危险中 你说他是好生心强呢 还是小帅说不起呢 一只黑色大手伸了出来 女孩听到声音 扭头一看 手就缩了回去 当他放松警惕时 又伸出两只手 捂住嘴巴 缠住绳子 用力一拽 女孩就被拉了进去 只留下一副蓝牙耳机 妈妈回来时 只看到一个巨大的麻绳球 女儿却不翼而飞 突然看到地上的耳机 觉得孩子出事了 到处寻找都没找到 只好到警察局报警 可女扛波勒却笑着说 先别着急 随后又进来两个扛波勒 抓住小美胳膊 让她不能动弹 紧接着女人嘴一张 从里面掏出一团麻线 然后捏开小美的嘴 把麻线团塞了进去 更诡异的是 麻线竟然会自己往里爬 等扛波勒放松警惕时 小美开始反抗了 可定惊一看 女人脸上居然露出了麻线 这可把她吓坏了 急忙跑了出去 她不停地咳嗽 可麻线怎么都出不来 于是把手伸进嘴里 抓住麻线 一点点往外拽 然后扔到地上 她拿起一把斧头 打开门 跟波勒勒打了起来 没想到他们身体里都是麻线 外貌只是伪装而已 解决完波勒勒后 就跑了出来 边跑边求救 突然她停了下来 抬头望去 前面出现一群人 样子非常诡异 小美举起斧头 快速冲了过去 不出意外 他们也是麻线人 她冲出重围 跑到麻线屋里 举起斧头 用力劈了下去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她能救出女儿吗 男人鼻子上 沾了两颗糖果 怎么都弄不下来 小帅健壮 拿起旁边的洛阳铲 扔起胳膊 对着脸哭吃就是以下 可一点效果都没有 于是又拿起无人机 绑上两根线 另一头放到糖果上 用胶带粘住 然后按下开关 无人机就飞了起来 大壮差点被拉跑 无人机力气越来越大 可糖果还是死死粘住 根本掉不下来 不过大壮没有放弃 让小帅再加把劲 于是调到最大档位 无人机以用力 疼得大壮哇哇直叫 下一秒 糖果就飞了出去 大壮顿时流出了眼泪 为了报仇 他决定吃掉棒棒糖 可小帅觉得太脏 不让他吃 两人就抢了起来 可一不小心 棒棒糖钻到大壮鼻子里 怎么拔都拔不出来 小帅以为他是装的 放到嘴中用力咬了咬 可根本咬不坏 然后用出吃奶的力气 用力一拔 窝了个乖乖 棒棒糖上竟然有一颗牙 你说他倒不倒霉 随后用力一扔 没想到插到了插座上 还着起了火 这也太神奇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广告吗 女人嘴一张 竟然吐出很多积木 又从口中掏出一个 她看了看 嫌弃的扔到马桶里 刚想冲水 怕堵住马桶 徒手捞了出来 随后放到水龙头下 冲洗干净 倒进儿子的玩具箱中 她以为这只是意外 可化妆时 嘴里又有东西 拿出来一看 还是积木 她终于害怕了 急忙向有经验的宝妈求助 可人家根本没吐过积木 开家长会时 突然她又有了反应 急忙起身 跑到卫生间 吐了起来 从此之后 家里的积木越来越多 女儿拿起一个闻了闻 怎么有股便便的味道 她刚要回答 肚子里一阵翻江倒海 任着巨大的恶心 把积木吐到垃圾桶中 下一秒 她就躺到地上 旁边还有很多积木 即便女儿敲门 她都不愿出去 只想在厕所里静静 随后玩起了积木 没想到里面 还有更大的积木 第二天一觉醒来 屋子里多了个积木房子 而妈妈正在里面 吃着面包 看着手机 不允许任何人进去 原来自从有了孩子 她一刻都没有休息过 天天忙的昏天暗地 一直想有个安静的小窝 就算只休息几分钟都行 那么问题来了 宝妈真有这么辛苦吗 老头想上吊 突然眼前一黑 定睛望去 死神竟然提前到来 她非常生气 说你死得也太平常了 让大壮换个死法 随后转了几圈 两人就来到金门大桥上 往下一看 足足有三百米高 死神轻轻一推 大壮就掉了下去 幸好被她抓住 觉得不够国际化 又来到爱菲尔铁塔上 大壮非常害怕 紧紧抱住钢管 原来她有恐高症 死神健壮 一把将她推了下去 正好钻入血堆中 这里是西伯利亚 温度高达零下80度 仅仅过了两秒 大壮就冻成了冰棍 不过死神还没玩够 又把她扔到岩浆里 甚至丢到瀑布中喂鲨鱼 或者被大本中夹死 简直比地狱还要可怕 最后把她扔到铁柜上 这时火车急驰而来 吓得她连连后退 惊恐地睁大双眼 眼看火车越来越近 她大声喊道 我不想死 下一秒 就回到了小屋里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她摘掉绳子 说要看看这个世界 紧接着就走了出去 而死神摘掉面具后 变成了天使 遭 worms 这就可以猜猜了